格力的董明珠董老板又发奇葩言论了 我愿意把他这次言论的总结为新的何不食肉米 有时候我们真是建议很多企业家和所谓的成功人士 不要总摆出一副人生导师的态度对青年人尊尊教诲 为什么 因为他们信奉自己能者无所不能 其实他们很多言论都是完全无知和不接地气的体现 有的人可能在企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积累了不少的人生财富 但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地方能取得成功 你在别的地方也能取得成功 哪怕是在你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行业 说实话 你的成功能够复制吗 你的成功到底是你个人努力的结果 还是时代的原因 还是机遇和风口呢 你能够成功 你在彼时彼刻能够成功 说实话 同样是你在此时此刻也都未必能成功 咱都不说别的 格力是干空调的吧 董明珠是格力的老板吧 董明珠做空调非常成功吧 这个完全没错 可是大家看看这两年来格力最被诟病的那个玫瑰空调系列 那是格力特别为年轻男女布置婚房所精心打造的一款高档的价值两三万的玫瑰空调 听说他是董老板自己亲自操刀设计的浓浓的乡村风啊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销售数据如何 但是几乎在各大城市的格力专卖店你都看不到这个玫瑰空调的身影 然而即便这款设计已经遭遇了滑铁炉 董老板出来还振振有词的说 这个空调很好啊 这个空调设计的很棒啊 这个空调就是他亲自操刀的 还是那句话 在当年风云际会之时 你哪怕是只猪站在风口 你都能被吹起来 可是当这只猪未来有一天回忆自己成功道路的时候 他就以为任何时候他都能被吹起来 这可能吗 董老板最近又有什么样的奇葩言论呢 是这样啊 记者问他 说今天很多人都有这个35岁危机的现象 到了35岁有可能被企业裁员 而且这些中年人很惨的 被裁员之后呢 往往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怎么办 董明珠毕竟是个过来人 而且还是企业大老板 记者可能是希望他能给这些中年失业的朋友一些建议 结果董老板轻描淡写的说 怕什么 找不到工作你就去创业嘛 你创业之后能赚到更多的钱嘛 您看看 人家这个回答多妙 好像广大中年失业的朋友们啊 那个脑子都是有使的 明明啊 你去创业能助商大钱 明明啊 你去创业能够公司上市 人生走上巅峰 但是你不去啊 你非要死气掰烈的一份一份的投简历 希望找到一份朝九晚五 仅能果腹的工作 你非要去抱怨 为什么企业把你裁员 而不感恩企业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能够创业成功 有人说 董老板这个话也没错呀 你工作不好找 当然可以创业了 说不准创业 你能发大财呀 但问题是 创业是那样的容易吗 创业不需要成本吗 大家不知道创业九死一生吗 或许董明珠可以拿他自己做例子 他当年就是三十多岁的时候 毅然下海辞去了稳定的工作 来到格力 而且一战成名 在格力辛苦工作几十年 成为了我国空调业的翘楚 自己也积累了亿万财富 这个没问题 所以董明珠可以夸夸其谈的跟别人讲 你看老娘当年就是三十多岁 不安分于员工作 毅然下海开启了创业 最终走向了人生巅峰 我能你们也能 你们不能 只能说明你们懒 说明你们笨 说明你们不行 很多成功者呀 其实都有这样的毛病 他们因缘际会赶上了风口 成功了 一路走来都非常顺 于是呢 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那么美妙 每个人都像他一样 就会很轻松的成功 他们不知道他们能成功 其实更多的是他们的幸运 所以呢 他们就要摆出一副高姿态 教育后来人 你找不到工作怕什么 你去创业嘛 我当年轻轻松松就创业成功了 你不创业 说明你没有开拓进取精神 说明你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 说明你没有能力 没有眼界 所以哎呀 你得让我好好教育教育你 我们都能看到贼吃肉 有多少人会看到贼挨打 创业这件事 说实话 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啊 都有点不够啊 我们真得说是 一将功成万古苦 对于很多中年人来讲 一方面 上有老 下有小 本身就有很沉重的负担 甚至很大一部分人呢 身上还有房贷 每个月是有刚性支出的 另一方面 过往十几年的辛苦工作 可能或多或少 攒了一点家底 但是 他们从来没有创业过 他们从来没有自己做过生意 他们以前都是在大企业中的一个 螺丝钉 安部就班的 为企业创造价值 这个时候 你突然要把他们投入到商海之中 让他们拿过往十几年的积蓄去赌 成功了 当然好 可是失败了呢 过往的积蓄化为了泡影 他们还上有老 下有小 身上有很沉重的负担 你让他们怎么办呢 更为关键的是 如果创业之路 哪怕有50%的成功 可能 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大张旗鼓的 搞这个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 可问题是 我国新注册企业 三年之内会有99%消亡 这可是公开的数字 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脑一热 就感觉到 别人创业能成功 我为什么不能成功 我又不比人家少一个别的 少俩眼的 结果血本无归 那么那个时候 董明珠能说什么 你创业失败了 说明你能力不行 你不像我那么有能力吗 你今天这个市场环境 要求他人去创业 我觉得 这基本上跟害人 没什么区别 反过来讲 另外一位互联网大佬 张朝阳 最近给青年人的建议 我觉得倒挺好 张朝阳说 咱们青年人 尽量要量入为初 尽量不要去解贷 因为年纪轻轻的 你如果就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的话 那么对你人生影响是很大的 过往这些年 我们处于一个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社会 几乎所有商家都使出浑身泄数来 鼓励你花钱 甚至我们拥有着全天底下最宽松的借贷政策 任何人任何时候拿出一张身份证 拿出一个手机号 你就可以借得大把的钱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手机的通话功能 似乎只是接银行推销贷款的广告 我们手机的短信功能 似乎有一半 是接银行和各种各样机构 推销贷款的短信 是的 一方面大把的机构 巴不得把钱借给你 另一方面 董老板还建议中年人失业之后 赶快去创个业 说不定就能打开一片人生新天地 我们当然相信 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幸运 但是按比例来讲 真的是九死一生 甚至十死无生啊 作为一个企业家 是要讲社会责任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 面临今天有很多人失业的状态 他更应当考虑的是什么 往小了讲 要考虑的是 我这个企业能不能尽量的不开除员工 能不能尽量的多招一些员工 多给一些人提供饭碗 已故的娃哈哈老板 钟庆后钟老爷子是怎么样的 他曾经就说过 我这个企业不能开除 四十岁五十岁的中年员工 为什么 他也知道啊 人到了四五十岁之后 年龄的原因 新陈代谢慢了 经历大不如前了 家庭的原因 有各种各样的负担 你肯定不会像小年轻一样 龙惊虎眼的拼搏 但是钟老爷子也说啊 这每一个中年人背后 都有一个甚至多个家庭啊 我把它开除掉了 企业省了一些钱 但是呢 你毁掉的是一整个家庭 毁掉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根基啊 所以娃哈哈坚持不开除中年员工 那么董老板在面与 这样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告诉我们 格率为挽留中年员工做了什么呢 格率这些年来 有没有开除中年员工 甚至格率这些年来 有没有扩大招聘的范围呢 当然这是从自身角度讲 而从社会角度讲 企业家也应当是有社会责任的 董老板是不是更应当谈的是 如何提振我们的经济 让我们迅速走出低谷 让更多的人能够找到工作呢 说实话 今天很多中年人真的是很辛苦的 本来是办公室的白领 一个月能拿着一万 甚至几万的月薪 但是当然身上压力也不小啊 买了房子 每个月有房贷 孩子可能上国际学校 老婆可能还不工作 在这个状态之下 他突然被裁员了 他再想找到一份跟原来一样的高薪工作 已经不可能了 甚至一半的月薪都拿不到 以至于很多人都说啊 人失业了之后 只能去送外卖 送快递 做网约车司机 可是大家知道吗 网约车这个活也不好干了 上期节目我们还说 到目前为止 我国有多个城市发布了警示通知 说当地的网约车已经激进饱和了 大量的城市网约车司机 一天大概只能收到十几个订单 一天大概只能赚到两百块钱左右 别忘了这是毛收入啊 你还要减去这个车的折旧成本 你还要减掉这个油电的消耗成本 所以今天干网约车 说实话竞争都很激烈了 干网约车 你都未必能把这个房贷挣回来呀 在这个状态之下 其实很多中年人都是艰难的生存着的 这个时候你跟他讲 让他去创业 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 这不是指一条死路给他吗 当然对于董老板来讲 他可能没有想这么多 他可能只是感觉到 哎呀不就是试个业吗 这有什么困难的呀 我当年三十多岁 我下海 结果成就了我的人生 你们完全可以向我学习吗 然而时宜事宜 就像我们说的那样 为什么董明珠这番言论 可以堪称是21世纪的核不食肉米 就是因为董老板这个言论 实在是太不接地气了 说明他真的脱离基层 已经太久了 就像以往董老板也有很多其他的 奇葩言论一样 真的 一个人或许因为巧合 或许因为幸运 或许因为能力 使得他能取得了别人 难以取得的成功 但是这真的不代表 他在任何领域都能取得成功 他都能担当人生导师 甚至不代表他在本行业 也能继续当年的成功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